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立法会上周五继续辩论保安领域2015年度施政方针 会上多位议员关注近期多宗夺命交通意外 而针对议员何润生关注本澳会否引入扣分制度 保安司司长黄绍泽就表示 政府对会否实施扣分制持开放态度 但认为目前道路交通法法则如定牌制 都比扣分制度要严厉得多 在施政报告期间 语言讲坛也特别精选了保安泛轴问答环节的经典议题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们看回今年4月到现在是4月初 已经发生了有5宗夺去6名的交通意外 也敲向了警钟 是值得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是执法力度不够 刑罚阻害力不足 还是部分行人和驾驶者的安全意识 和守法的意识薄弱呢 我认为是什么呢 是需要 司长我们需要多管齐下 综合治理 作为一个交通执法的保安司 我觉得是责无庞贷 我想问一问司长 因为昨天是没有回应到的 在针对行人和驾驶者的安全意识薄弱那方面 在执法和宣传教育那方面 有什么具体的改善措施 另外也都针对在坊间 我们常常都批评 酒驾、醉驾、独驾 这个量刑太轻 很多时候都是以一些佛金来代刑 也起不到一些阻嚇作用 那会不会是研究去修订有关的道路交通法 去参与鄰近地 去引入一些扣分制 去加大这个违法的成本 因为我们看回这些这样的醉驾、独驾 和一个酒驾 所引致的交通以外都是很严重的 所以这方面也想听听司长的这些说法 另外也都关于防火规章 我希望昨天局长都说了 会在今年的年底会完成 那我也都看回 因为以往这个防火规章 只是包括一些已建成的楼宇的安全 那对于一些空置的地盘是不包的 那我想问一问局长 你和公务局的局长谈的时候呢 有没有去考虑到 也都包了这些空置的地盘 麻烦你 关于扣分制 刚才郝云生议员提到这个扣分制的问题 那其实政府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 去听取不同意见的 但是现在延行的道路交通法呢 针对一些要去交通安全的行为 所定定的处法 相对扣分制度来说是更加厌厉的 那这个有很多的规定是规定 就是吊销駕駛执照 不单单是扣分 这么简单的 那还有呢 由于各地的法律制度不同 去澳门实行扣分制 需要逐深入探讨 那政府方面会继续 广泛搜集社会意见 进行研究分析 综合考虑是否有更加可行的制度 和措施的 那或者接着落来 由梁文昌局长讲讲一下 军医怎样加强 就是刚才 浩元生议员讲到的 军医怎样加强 这个交通执法的宣传等等 方面 那这个法律呢 就是已经是为了天眼的设置 做了一个很大的支撑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要 使到我们这个调查罪案 刑征公共秩序 这个有更多的资料搜集 其实今早我们看到一段小小的新闻 这段新闻就是讲一个外来的人 他是非礼一位女学生 十几岁的人士 那就全靠一个录摄影像 给警方可以拉到这个人 所以其实对天眼的计划 整个社会都很支持 也都很希望很快点 能够去落实这个计划 但是从 我相信从警方当年提出这个计划 到了立法会通过已经是几年了 接着立法会通过完到现在又三年多了 现在这个天眼计划我们很清楚 到现在来讲都还未施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是想问 按照司长你所说的这个计划 全部落实了 大概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些估计 在什么时间可以争取完成 其实保安当局2008年 已经是开展了有关的这个研究 而且2009年的时候 第一次向社会公布 就会将 在澳门建立这个公共地方的电子监察系统 但是由于要确保 这个监察系统本身合法性 还有保障这个监察系统本身的 对于市民的这种私隐的保护 所以需要立法 到2012年的时候 是通过颁布了有关法律制度 那么去2012年到现在 由于各种技术方面的问题 程序方面的问题 那么这个一直得不到落实 那么我就任司长之后 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 第一时间 跟陆立民司长进行沟通 而且是透过马育权总局长 也都是跟大型建设办 进行很多砸商 以及去谈谈的 那么最近 昨天最新的结果是这样的 进展是这样 现在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在大四期的这个天银的设置当中 总共是前三期是820支镜头 第四期就会有800支 就是加上是1620支 那么第一期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属于照光纤工程的这种铺设 那么这个是2014年的 十二份已经是招标 那么而且是2014年的3月24号 已经破级了 就是有关的公司已经开始进行 这个铺设的工程了 那么第二个阶段 就是第一期的第二个阶段 就是关于控制系统的这种 开标 招标 已经是去2015年的3月31号 招标的了 那么希望这个也都可以尽快去进行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昨天大型建设物比的最新的资料当中 就是关于第二第三期的这种 就是这个工程的这个时间表也都出了来的了 从4月1号开始 已经介绍了 那就是去996日之内要完成第二期第三期 就是说120支 就一定要996日之内要进行有关的工程 要投入运作 当然第一期 第一期是360日 360日 就是第一期已经是开始的了 360日之内 219支呢 就要进行这个运作的了 那么其实我想说呢 天眼系统呢 我们保安部门比任何一个政府部门 比任何一个市民或者小小团体更加着感 我可以跟大家讲 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认识偵察工作也好 交通管理工作也好 很多工作是因为没有天眼 我们很多工作做不到 或者效率受到影响 以这个空实案和这个纵火案为例 每一次纵火案发生之后 司警局要派到很多偵察员 甚至二三十个偵察员 要做什么呢 望天望地 望天望地 望哪里有一支CAM在那里 接着如果有CAM就很开心去拍门 有些银行啊 有些商铺啊 有些私人机构啊 这样拍门 有些说我没有录啊 有些说我系统坏了啊 有些说我不给你啊 这些全部都有的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的这个偵察效率 受到很多痕制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交通管理 有多少的这个交通意外的事件之后 我们要去呼吟 我们警方要呼吟 请求目击证人提供资料 这个工作大家很想而知 所以我们警方对于天眼系统 其实给任何人都更逐渐 我们要的是天眼系统 去2001年的时候 我曾经去布达佩斯 就是匈牙利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当时的这个布达佩斯警方呢 邀请了代表团去访问 他们一个区 那个区来做一个试验 试验是什么呢 就是天眼 根据他们介绍呢 他一个月之内 就是设定了 运作了一个月之后呢 他这个区的犯罪呢 是比武切力 这个运作之前呢 是少了一半 犯罪少了一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行业 其实我由头至尾呢 都是讲紧你的人介的 那么人介呢 我觉得失望呢 因为你没有提前线 几无人缘的 那个痛苦 无论硬件远件呢 他们有问题 我提出了几个例子呢 例如那些旧的床褥 44小时之后 有些去到64小时呢 你都没有保中啊 那也都说 房屋的问题呢 你就讲到呢 那个要社会共识的 那你 施长你是一哥来的 施长 个个都看着你的 那你是有条件呢 提出一些修改 其实呢 有关的法例的 不是现代化 就是 已经是很多个事 你是需要改的 其实呢 施长你都知道呢 很多用东西 你都受惠的 因为当时你的上司 都有帮你 因为如果问你的上司帮你呢 你当时你做司警的局长呢 你的人工高过呢 警察总局局长的 你明白吗 就是这些东西呢 司长你可以做的 那个关键呢 就是司长你有没有心去做 在福利对义方面呢 去符合特区政府 总体政策 和条件 允许的情况之下呢 保安司呢 一定会全力去争取 和创造更好的条件 那这个是保安司的一种态度 那其实呢 就是 我在这里也都和主席 各客和各位议员 去回报 这么多年来 我担任司警局的局长 这么多年来 我是非常了解前线人员 他本身的这种压力 和他的工作的困难 是非常清晰的 据一些 有关的警务人员 和我反映呢 三间学校的资源分布 又比较是不平均的 那正如我自己理解 作为例如一间商学院里面 他也都可以 设有会计 工商管理 和市场 都是和那个范畴有关 那我觉得 在这个保安范畴的 这三间学校 当然各有主政 但是能否在司长的领导下 对这三间学校呢 作出这个职能整合 或者是资源调配呢 是统筹警务人员的 培训工作 能够更好地配合 特区未来的 保安工作的需要呢 那我觉得是 这个可以探讨一下的问题 那首先 多谢崔世昌议员 提出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也都是 我自己也都有听说过 那事实是这样 配合特区政府政策 去2000年开始 原本治安警察学校的地点 是提供给解放官去使用 所以警察学校办公室 就设立去高校里面的 但是呢 虽然是去高校里面 但是呢 这个治安警察学校的 课室 这个补粗 体能的 训练上地 更衣室 营房等等 所有设施呢 都是共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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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保安高校和警察学校 都是共用的 就是保安高校和警察学校的共用的 这种情况 那去2012年的时候呢 保安高校设立了这个分教处 这个分教处是以前 这个外港码头 旧外港码头的地方 之后给了出入境 后出入境 新大楼之后 你都给了高校 作为一个分教处 这个分教处呢 也都是提交给警后 在共享的 包括办公室 货室 和一些配套设施 那其实呢 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那个 我所知呢 保安学员 也都是很多时候 都是用那个 保安高校的餐房等等 就是其实 这种情况呢 就是 相互共享之然的情况 是很普遍的 当然最理想是 警察学校拥有 改条件的身后区 因为 警后的培训 工作量是非常大 那我所知呢 这个培训量 是非常大 虽然保安高校 也是协助 但是呢 其实他培训工作 是工作量非常大的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高校的存在 也是必要的 因为警后 不能替代高校 因为我们所知呢 高校 大家知道 这个高校 叫高等学校 它本身的作用 是应该 就是它是 同一般的警后 是不同的 那么它的层次 是有所提高 所以今次 就是我上任之后呢 也是去巡视高校的时候 特别跟高校看出呢 加强这个理论的研讨 提升理论的水平 是希望在这个水平上面 有所提高 最主要是增加一些理论的研讨 去理论的研究方面 是有些成果的 所以现在不关于高校 校长方面 也是从这方面去进行这个工作的 第一个是关于 这个 纪律部队 这个 精神健康的问题 之前也有 不少同事都提过 这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在纪律部队也好 在 军事化的部队 各个都有的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比较辛苦 而且有职业的要求 都比较严格 很多时候 这个 心理 精神方面的压力都不小 查案等等 司长都答了之前说 警队内部其实都有一些措施 比如有一些关心小组 这样 令到他们可以 有多些关怀 那 治安警察局 消防局 澎门海关 高校和事务局本身的 军事发人员 以及民职人员 以及他们的家属 都可以享用这个服务 他们可以透过电话 咨询 或者面谈的方式 去得到这一种 这样的辅导服务 那当然了 也都会跟 治安警察局 和消防局 一些小组 或者他们两个局长会 再介绍这些小组的工作 那他们会转介一些个案的 那 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之下 会转介上来给我们的辅导员 跟进这些 可能有些问题的同事 那 我们也都和山顶医院 是有一个协议 我们会和他心理科的门诊 有直接转介的行为 那希望 尽快转介一些的同事 去见一见这些心理的专科医生 希望他们的病情 可以尽早这样恢复的 那在过去一年里面呢 我们现在接触有129宗的个案的 以免谈的次数呢 是有773人次 那基本上 手三类问题呢 都是情绪问题 健康问题 以及一些管教子女的问题 那 议员可能很关心一个赌博问题呢 其实就不是很高的 而且在2014年呢 相对2013年呢 求助的情况呢 是下降了10% 那 这个情况呢 我们反映到呢 是一直以来 警察局 或者消防局 或者其他的部门 是很主力地 跟那些同事 去商讨 商谈 关于这些精神健康的问题 如果遇到一些 同事要求协助的 他们也都会尽快转介上来 给我们事务局的 我觉得 最容易打击我们 保安部队士气的 就是 几队的 如果纪律松弛 或者形象受损 所带来的损害 所以我很贊同 你在第六点里面 提到的 而不缩 警队纪律 这一段说话 这段说话里面 提到呢 有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强化 我们警队人员的 重视纪律的意识 这个是对的 一定要这么做 如果我们执法者 在这方面都 意识不强的话 那这个就真是 士气就大受影响了 另一个就是提到 领导和主观人员 要做到以身作词 这个对整个警队 上下一心去做事 这个影响很大的 如果我们的领导和主管 能够以身作词 带好头 我想那种士气就会很高昂的 所以我刚才就问了一个 怎样去加强各级领导和主管 以身作词这方面 是可以有什么的想法呢 麻烦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强化金督 我们提出的外部金督和内部金督 还有要乐意接受金督 这个才可以推动我们去重视法律 重视纪律的意识 如果没有了这种金督 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就是管理会的重视 另外一方面就是加强执法 就是我们一旦有内部人员是违法 我一定不可以有任何的包容 不可以欢容 绝不辜息 有了这个执法 有了这个阻撼力 有了这个阻撼力 主管 前线人员 和领导 才可能有这样的手法和执法的意识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 当然我们还要靠我们的道德水平 特别我们的领导人员 因为如果一旦领导人员 去作出坏法和犯罪行为 通常来说是比较隐蔽的 所以我们的领导人员 他本身的这种职业操守 他的职业道德的水平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所谓说 叫上量不正下量歪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是我们的主管人员 我们领导人员 一定要具备比较高的道德水平 这个是我们所应该去做的 截至2015年的2月份 澳门已经批出了外劳额 是20万7千个 接近20万7千个额 真正在做事的人当中 十七万多里面 其实有三成多是来自中国内地以外的 其他国家地区的 菲律宾好 越南 印尼 尼泊尔 哪个地方都有 这大批的人员来到 我相信他们的出入境管理 无论怎么说 都不可以因为澳门一个人力资源需求 就贪快求其的 这个不应该做的 所以现在外劳输入的管理程序就有两套 一套就是来自中国内地的人员 因为我们内地国家 我们自己有一套输出劳务的程序 所以他们就有些 比如都要有一些资料 搞好签证才可以来澳门 问题就是来自于中国内地以外的其他地区 其实即使这些国家 它同样可能有些输出外劳的规范 但问题就是澳门因为容许 外地人以旅客身份来澳门找工见工 成功找到工之外 还可以即时转做工作签证 转蓝卡 那只要他们的有效旅游证件 继续是限期之内的 他们是不需要回到原居地点 那形成了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这个管理我觉得是很混乱 大家都会无论劳方资方好 大家长期投诉这些博炒好 形成治安隐患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李正依然提到这个外劳人员 20万这个当中包括了内地的 来自内地的和其他国家的 会否对治安隐患问题呢 会否对这个社会治安 来带来这个隐患呢 其实这个治安部门一直都是非常关心 非常重视这方面问题 但有一件事我想跟大家讲 这些外劳进来的时候 他都要提交他当地的这个犯罪记录 就是没有犯罪记录 如果有犯罪记录呢 他是无可能进来的 当然他没有犯罪的这个记录 不等于他一进来之后 一定不会犯罪 所以就是治安部门一直都是很关心这方面的问题 尤其就是第一件事 我们要预防他成为犯罪的受害人 第二件事我们要预防他成为犯罪嫌疑人 我们去治安警察局也好 施警局也好 是经常跟这些外劳公司有进行沟通 以及提供相关的资讯给他们 宣传这个预防犯罪和打击犯罪的 我相信这个机制方面我们是有的 通过这些监察一旦发现有问题时 我们即时会将他显送出境 还有要禁止他再次入境 这个很多例子都是这样做的 因为现在治安警察局有很多的禁止入境 还有显送出境的这些资料都是由我签名 所以所有的这个资料我都大概是清楚的 那路环的南端 新城的填海区 澳门大学环琴也都成为了我们的偷渡黑点 特别是早前也都爆出沉船偷渡事件 引发各地的媒体的关注 也都有香港媒体引述消息是表示 说偷渡人员涉及来恐怖主义的 言辞是非常之逼真 甚至连偷渡者的姓名都有 但是政府在这方面简单回应 表示偷渡者是没有遗族人的 目前新城填海号目一夜施工 习惯的水域也都会逐步地划定和落实 那未来偷渡黑点可能会越来越多 那巡查的难度会越来越高 那对于偷渡黑点和巡查不足的这些问题呢 施长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 那在施长所说的偷渡黑点 装天眼的计划是什么时间可以落成呢 因为天眼的工程涉及是跨部门的一个合作 未来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呢 那习惯水域落实之后呢 又有这些点的 去怎么样去加强海域的巡邏啊 包括需不需要靠置一些先进的设备啊 需要多少呢 在这方面呢 我们看一下政府有没有一些前迁性的一些计划 其实这个问题是严重的 那我可以这里很坦白地跟大家讲 一个就是因为当初去这个横琴后驱去设计的时候呢 就不想设计到就是好像监狱那样 就是不去高场又不去电网 那样 那不可以使得学生和老师去里面是觉得是坐牢 那所以这个围场是相对比较矮 那而且你为了美观呢 它分为两层 那所以呢有很多体力好的 它17秒还是19秒呢 就去17秒就可以过到的 那所以你这个 其实你对警方来讲呢 那个工作量 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你17秒你即使你透过闭路电视 你看到也好 都会有问题的了 那所以这个呢 我们马亚权总局长 和林文昌局长 是多次跟澳大方面进行沟通的 那希望在这方面是有所改善的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本身的设计问题 是使得治安警察局 和海关的人员去进行这个反偷渡的工作当中呢 是面临很多困难的 那当然我们面对困难我们不会退缩 我们是透过我们本身和澳大方面的沟通呢 希望有所改善 那有关的措施现在是谈谈当中的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治安警察局和海关呢 也都是和内地的相关部门 譬如说这个边防部门是进行沟通 希望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合作的 那据我所知呢 去澳大横琴 就是澳大外面呢 广东和珠海边防部门已经加强了这个防范的 那我们这边也都是加强这个防范 特别将来这个水域之后呢 我们海关和治安警方面 也都是加强水域的这种管理 希望去透露方面呢 反透露的工作呢 是会做得更好 在市政报告期间 澳门有线电视将全程为您直播 而在直播完结后 我们将在澳门有线第一频道 以及互动新闻台进行滚动式重播 另外你还可以登陆有线网站 以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进行互动投票 好的 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议员讲坛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